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来看过很多遍 我就不叫他的职称 或者什么 因为太熟了 就直接讲朋友 不会不礼貌 所以我们来看了很多遍 一直等御书坊装修完成 今天是他们装修一个段落的第一场活动 吴先生一定要把这个活动在这里举办 因为他说他重要的书 重要的小说还有他的著作 都在御书坊 因为这个地方历史很久 当然之前是在前面 已经起十年了 几年三十几年 所以他就坚持要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等到这边装修完成 那今天看到这个活动 大概跟一般的活动不一样 还没开始就很热烈的签书 我想是吴先生的朋友 他的独友 他的听众 他其实写作作为一个创作者 其实是很寂寞的 比如说我们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他在修稿的时候 包括我们两个自己在对稿的时候 其实是很寂寞的 可是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 看起来又很热闹 那今天这场活动 请了很多 那个吴景花的好朋友 那他觉得这本书的可以出来 主要是郑久明医师 给他很多的鼓励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场的朗诵 第一位的朗诵会请郑久明医师 然后呢会请郑桂涵医师 因为他们都是客家的作家 那听我不知道曾医师 是不是不喜欢人家说他是客家师 不太喜欢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啊 我觉得客语的那种 呃的部分 是台湾多元文化的 很重要的一部分 ok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请阿道 他是用阿梅语 我不知道来了没有 他是用阿梅语 来朗诵 再来我们请图妙仪 是用台语 之后我们会请老师 韩伟玲老师 对不起韩信玲老师 用日语来朗诵 高医生的诗 高医生的诗 然后呢之后请江敬业老师来演奏小提琴 那这非常难得啦 那江老师好像是从平动来嘛 是不是 那下半场下半场我们会请胡长松 用台语来朗诵之后是吴景发 然后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再请那个江老师再演奏 那最后当然是我们的作者做压轴的演讲 其实我在于山市服务很久 我一直觉得有点 我跟吴景发讲过 觉得有点歉疚 我自己是台南人 然后在高雄长大 可是跟南部的朋友的合作 出版合作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以后我们要加油的部分 那刚声音师特别讲 他为什么不愿意人家称呼他客家诗人 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的女儿只要我们讲台语 他就会跟我抗议说 啊我们客家话不是台语吗 为什么就不是台语 那我会跟他讲说 对客家话也是台语的一种 那我想这个是很很自然的嘛 那其实在教队这本书的时候 因为刚刚正音师也讲了嘛 他说吴景发是野放的嘛 他是野生的 那其实那个这本书因为我是责任编辑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就逐次教对 大概教了六七次 因为吴景发很好意 请那个郑医师帮他写序嘛 不是郑会 郑久明医师帮他写序 就郑医师就发现很多标点符号的问题 还有体力的问题 那我当时是没有改 因为我重视的是内容 他的观点对诗的看法 那我是觉得他是不注重这种小节的人 所以我本来是让他很原创 所以没有去改 可是后来那个郑久明医师改了以后 我们自己内部讨论了一下 我们就觉得说希望这个书可以进到学校 希望在座角有国中或高中的老师 我真的觉得台湾有很多好的诗啊小说 那我们都看国外的 或者是看台北那种价值观的 可是事实上有很多淳朴很好的诗 很踏实的诗 常常被或者一些文学作品反而被忘记 所以后来讲了半天 我们就是完全改过来按照各种 那个一般的体力跟标点不好去改 所以这本书是叫了七次 真的是七次 那吴景发也很辛苦 他跟我也对了 那谢谢曾医师 那个其实我听了蛮感动 在教稿的时候我觉得 因为我懂客家话 所以我读了以后我其实蛮感动的 那很谢谢您的诗 谢谢 刚刚有一件事我漏掉了 就是说外面有 有密封 所以外面有一只 因为他这个屋顶里面有 他原生的土封 台湾的原生土封 看台湾人一下很善良 今天因为这个场面很特殊 他会下来绕一绕 他的前哨兵 那个是生态的奇迹间 有那个生态录影在那边遇到 但是呢 他一定不会伤害你 但是你不要去拍打他 拍打他他会以为你要攻击他的巢 他会叮你 所以你不要拍打他 他一定是和善的 这是他的 不是我们的家 他在这里已经三五年了 所以有那个密封 对不起 因为讲这一段话有点好玩 所以我就讲不出来 然后今天很特别的是 那个吴景发老师的女儿明娟 他是做银的创作 就银式创作 所以我们今天也请他来把他的作品 带来分享 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展览 那假如会后大家想要欣赏的话 就再到他那边去仔细看一下 那我自己做个结论 其实我在自立晚报就负责出版的部门 然后在玉山是我们今年是成立第25周年 真的很快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有点吓到 那刚刚曾医师说 以为我是看起来应该更年长 看到我认为我应该比现在长十岁 我说那假是因为在外面工作 所以要装年轻 所以我这样讲 那我自己是看吴景发的这个书 我自己蛮感动的部分就是 因为我认识很多写作者 那他们可能往外面看 就是刚胡长松刚才说的 就是看外面有名的作家跟诗人的作品 可能不太看台湾自己的作品 所以其实很多好作品可能就会被忽略掉 那我是觉得吴景发是一个非常用心用功的作家 因为他除了自己努力创作以外 我觉得他也去肯定 也看到别人好作品愿意把他的看法 把他的文学的那种观点分享出来 虽然他是讲长所论 我记得这本书看了五六遍六七遍 我跟他说我是用一种学习的态度看这些书 看这些文章 那当然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说 这个书假如能够在国中跟高中 被更多的老师推荐的话 我觉得这个书的那个传播跟影响就会更大 那在座的假如有老师们在座 中文字幕作为了解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